在澎湖十多位远警围捕一名男子 最了解这名男子因为不明原因 居然就当街打人 而警方立刻出动了快打部队来压制 过程当中这名男子还情绪失控 不断的挣扎吼叫 警方被迫喷洒辣椒水 才顺利将人态服 一名远警将男子抱住 第一名远警则拿警官猛打男子手退 要他爬下 男子不断挣扎 远警不得一直保打出辣烤水 远警用膝盖女 男子投过叫他上后代步 这起远警围捕失控男子事件 发生投无码工 而似乎下不证明告示男子心绪失控 因为不明原因当街毫打虚心歧视 如果民众却他不要动手 但他忍不定却 你不要说好了 你大人不要跟小孩子一起讲 他说好我骗你的 哎你现在几个人要打他吗 这发生在台中金蝉枪响 是在谈则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鲁卫谈 36岁的曾姓老板 他遭人心情是轰头 连开了三舱之后送离辅职 抬头大胆行凶之后 立刻开车逃逸西方在太平 找到被弃制的车辆 也锁定了枪手是一名零星男子 他因为怀疑鲁卫谈的老板 跟前期交往 居然就心生不满 痛下杀手 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啊 鲁卫谈老板倒战的工会前 漫通是血液的武股动 我听到声声枪声啊 不下来 好的恐怖靠近 台中台子火车站旁 直接鲁卫谈发生枪击案 鲁卫谈老板当街遭刑刑 鲁卫谈老板竞争 鲁卫谈老板竞争 家人说他未婚有交往十多年的女友 并问原歇院 警方目前锁定一名灵性男子 是因为怀疑以前妻跟死者有交往 心声不满才会开枪 究竟其中原因是否跟感情中门有关 或是有共犯接应警方还要离析 这也要算是华人在警察台中采访报道 而这是在台北市北投一处 在昨天晚今天发射了一起 这位朱姓祖贤他和贝汉人 两个人是玩游戏认识的贝汉人 跟他借了有五千多元 但是这位朱姓祖贤认为对方完全消极 居然就吃球棒找不上门 少年手持球棒无端的住口叫嚣 一旁阿姨试图缓家但还根本不搭理 一个剑步向前 球棒差点砸在立命上 只剩上500名冲队的回来 如果领军也被吓坏 急忙暴起出来 晚上九点多 邻居纷纷被警方铭笛惊扰 街坊邻居口有相传 最乎是校园内一户人家被债主 闪上了 警方调查 被汉人是在网屋上认识 被汉人向对方借了五六千却迟迟没有满款 对方不满被汉人满款贪度不佳 他会在24号晚间找来两个友人持球棒跟门讨债 屋主地调不愿承认 但一群年轻人深夜嚣张上门讨债其中两名甚至未成年 如今通通被依罚动败为慕容访计 付出代价 至今最有道台北超报道 时间对我来说很重要 得来速 快一个第一号餐 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您的餐店好哦 加油 你们也是 谢谢你们 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我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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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